欢迎收看打开公话买 我是许仲江 反克刚争议活动 在发言人林冠华 昨天烧炭轻声后 紧张情绪激化到最高点 年轻学生昨晚再度聚集教育部 要求撤回新克刚 但教育部依然没有回应 新克刚预计明天8月1号 如期上路 部长乌思华也没有下台的打算 马政府是不是铁了心 不计任何代价就是要强推 即使林冠华死见教育部也不在乎 还说他原本就有情绪障碍 自杀跟克刚无关 这种说法会不会引发更大的反感 让社会更加激化对立 相关一提我们一探讨 首先介绍来宾民进党立委邱志伟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亲面了台北市议员林国成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王时期 大家好 网络观察家朱雪恒 各位大家好 现场消息我们来看 反克刚学生聚集教育部 经过一夜的抗争诉求 部长吴思华在刚刚出面回应 我们透过连线 请记者刘方慈告诉我们最新情况 方慈请说 好主播观众 反黑箱克刚的学生呢 持续作手这个教育部的广场前 那么在校长下午一点半多的时候 教育部长吴思华是忽然的出面了 要跟学生来进行座谈 不过双方就像两条平行线一样 没有交集 这个学生是不停地喊口号 因为吴思华 他们认为吴思华讲的东西都是借口 双方隔空护杠 我们带你来看一下稍早画面 那边进行座谈看下午六千年 这是学生学学学生一名 老师的帮助 侧总是男人 我对他下午三一名 我对他上午三十年 对他上午四十年 我们进行座谈谈认 我们随ched 主教三个诉求,我预设这样的说明 第一件事情是有关于课纲的事情 我愿意特别的跟踪 第一件事情是有关于课纲的事情 所有的换阳动作为,他竟然是没有意义 小四个告诉他,写什么信 ハra,写什么信 可ık放下来啊 庄不辣啦 庄不辣啦 一句话庄不辣了就好了啦 庄不辣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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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庄话啦 庄不辣啦,它们有时间喔 庄不辣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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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真的很怒 吴部長,吴部長,學生要跟你對話這麼久了 你到現在還不給一個比較確切的答案 是不是一定要台灣的改革運動 都要在喪失人命之後 你們才會站出來,才會面對 難道你們還要面對其他年輕生命的運落啊 五四皇,你們這批人,這麼多年以來,你們是公婆,公婆你們從來不會面對人民主人的要求 今天,今天我們再給你最後一次機會,學生都存聽在這邊,學生希望聽到戰兵截鐵的答案,不是還在那邊混水摸運 加油 好 我想同學們做關心的三件事情,第一次有關於特大的人,在過去恨堂的一段時間的才會同意,我們清楚地沒看到,新舊特大,在社會上有不同的儲取,不同的人,又還有特大人 我們如果在台灣的社會裡面就不需求我合理 這是我們大家要求 我們要求我們不求我們 我們要求我們要求我們 我們要求我們要求我們 這個很蠻小的東西 我們剛才可以聽到教育部長吳思華 他在一點半鐘的時候出來 不過跟學生代表呢是雙方拿著麥克風 因為教育部長吳思華認為說 那個還可以需要溝通 而且他一直有釋出善意 不過學生認為他就是這個就是滿口的藉口 因此要求他还是要下台 负责场面非常的 非常的这个混乱 以上就是在现场 最新状况的主播 谢谢方则的报道 我们看到教育部长吴思华 出来面对学生 但他的那一套说法 显然学生都听过很多遍了 也就是说教育部还是执意 要推这个新课纲 但是所谓的这个沟通 其实应该是单向 他们早就决定了 那只是说面对这么多学生的 这些抗争 尤其在这个发言人林冠华 自杀之后 我们来看看教育部 是怎么样来回应这件事情的 因为这关系到 就是教育部的态度 到底有没有回应学生的诉求 还是说一意孤行 我们看到这个林冠华 他在烧炭亲身之前 他其实就有跟朋友在聊到 他7月30号打算怎么做 他就说他要让媒体舆论 疯狂的燃烧 那朋友他就说 觉得很酷了 但要怎么用 他就说不能说 有些是只能做不能说 那他朋友就说 为何不早一点呢 你的意思是要让舆论 延迟政策的执行 所以是用什么方法 那他就说呢 你们放心 我帮你们挡下这个课纲 起码给你们一个失利点 去挡一个很大的失利点 但他朋友就说 那等热潮一过 政府又会偷偷地去实行 那么林冠华就说 他有办法 而且很有信心 那他就说呢 这个办法呢 是在7月30号 他朋友就说 为什么7月30号 毕竟不是一个人的战斗 那林冠华就说 因为那天是他的生日 那他的朋友就继续来说 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 真的哦 好 林冠华就说了 好了 你们一定觉得我疯了 反正就等吧 会在这里的人 有不疯的吗 那他就说呢 会在这里的有三种人 有天才 疯子 还有傻子 姑且相信吧 再来就说 他的座右铭 他朋友就说 我知道你7月32号干什么了 那林冠华就说 你想太多了 那他就说 希望真的是我想太多 他朋友就说 别死哦 这希望未来还能在路上相逢 那林冠华就说 你想太多了 也就是说林冠华显然 在之前就已经有 这个预计要打算怎么做 但是我们看到 昨天教育部的回应 竟然是什么 一个要升任 教育部次长的林腾教 他竟然是说 这个学生的自杀 跟反克纲无关 因为他之前就有情绪障碍 我想请教委员 这样教育部的回应 感觉到非常的冷血 而且试图还想切割 从吴思华个人 或者整个教育部的 整个组织 或者机构的体系的文化 一式僵化跟官僚 那特别是吴思华 他作为一个大学校长 我觉得他不配做一个教育家 他反而是一个教育的官僚 去执行这个 不当的政策的筷子手 我可以这样说 造成林冠华的使用 我觉得这个教育部部长 要负最大的责任 整体教育部的这个机构 他的文化 我想是非常的官僚 我在教育文化委员会待过两年 四个会期 跟他们互动 我觉得用理也说不清楚 用咨询他们也不痛不痒 反正就时间过了 他们就散过去了 所以很多的这个进步思想 都永远进不去这个教育部 很多这个具体的建议 这个教育部永远没办法去实行 很多民意 很多这个学生的声音 永远跟这个教育部的官员是毫无关系 我觉得这样子 这个学生 这群学生十七八岁 应该是非常有勇敢 非常有自己的组建 非常有自己的思想 他不应该把他认为是所谓的 过去的妈宝或者爹宝 我觉得他应该是国家的宝 真正的国家的宝 我们应该好好的呵护他们 给他们一个健全的学习的环境 给他们一个正确的一个 一个教育的观念 让他们成为国家未来的这个宝 国家未来的栋梁 可是我们发现 从昨天到现在 这个吴师傍 省引到两点才出面 整个处理的过程中 这个毫无章法 没有一个主政者 在昨天晚上出面来跟学生来对话 或者沟通 昨天晚上学生孤单单的 五六百人在教育部前面去抗议 结果没有任何的教育部官员 去关心他们 我就倾听跟理解 是跟年轻人去沟通的一个 唯一的方式 可是我们看到 他用官员的方式 用国家机构的这个暴力 去对抗首屋寸铁最弱势的学生 我们去想想看 为什么十七八岁 最纯真无学的学生 他们会站上街头 他们会去冲撞教育部 他们会受政治力干扰吗 他们会受政治力影响吗 我想不至于吧 他们是自己自发性的认为说 国家的教育部 竟然是这样子的去调整课纲 这样去扭曲此时 那从这个课纲一时次之后 所产生的效果 包括这些学生 未来所面临到的学习权 或者是这个出版自由 或者教学自由 或者这个教师的授课时数 或者日后他们所建立起的时光 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委员现在蓝莹指控 我现在一切的这些抗争 这些问题 都是你们绿营在背后操控的 我觉得它是扭转这个议题 扭转这个视听 这个我觉得很多是自发性的 这是南北串联 这全国一致变成一个 从头起 从头起来一个学生运动 所以类似的这个案子 类似的这个学生运动 会这个风起云涌 我觉得主政者不去思考 反而把这个责任推给学生 是学生不尊重 这个教育部的这个制度 是学生不尊重这个 这个教育部的官员 去侮辱公署 然后对一个学生的 一个意见的表达 你应该是用更宽容 用包容 用一个体贴的心去理解 去跟他们对话 因为他们才十七八岁 结果你要一直要跟他们提告 把他们手上述带 把他们移送法办 对他们一个年轻的一个心理 是造成很大的伤害 国家是应该保护人民 国家是应该让学生 在一个很好的环境中 去学习去成长的 结果他这个国家 不仅没有提供给他们 一个优势的环境 反而让他们逼 逼着他们必须要 出来走上街头 走上教育部 来对抗这个官僚的这个政府 所以我觉得首要之物 觉得教育部应该是要彻底的去 很谦卑的去检讨 而不是像现在还是那么高调 还是那么这个死不认错 全国民意已经形成 对政府的这种 对这种无能无情无死 政府已经这个嫌恶感 已经非常的严重了 在这个时间点 你对抗的对象 你打击的对象 是这个最纯真手无寸铁 一张白纸的这个学生 轻和一堪 是来我请教国陈大哥 现在看起来 是不是两边火车要对撞的感觉 因为显然 刚刚我们也听到吴思华的说法 这学生都听过了 也就是说教育部 要推这个课纲为条 早就政策已定了 那你说事后再去沟通 感觉上只是单项 那现在学生希望你能够 有一些修正或一些退让 但显然教育部 完全是没有退让的 这个迹象 连就说昨天死了一个人了 那希望你教育部不要撤告 感觉上还是没有退让 我在想一个执政党 必须要有三个层面 我们宋主席曾经讲过 一个群众运动 你自己本身政府要检讨 第一个 它有三个主要原因 也就是说社会形成它的不满的温床 一个就是议题操作的导火线 再来才谈到带头跟点火的问题 你现在不是你前面两者不讨论 后面就讨论 这个事情所有我执政的没有错 都是民进党的错 都是民进党善用 我说实在 我是亲民党 我都看不过去 不是谁的错 如果假设一千多块的遗伞 就民进党就来入罪于民进党 我平常已经讲 亲民党要讲一个公道话 这三个 一个温床 一个导火线 一个带头 你前面这两个都消失 后面哪里有带头的问题 后面哪里来有点火的问题 我刚刚看到吴司法 吴部长 其实这不是沟通 这个叫做交材 他是不是有退让 我跟他讲 新旧榜的克刚并用 这样就是他的底线 可是我就感觉到很奇怪 今天早上我又看到 国民党的党团开记者会 说要召开立法院的临时会 他一再强调 这克刚的微调 是行政作为 好 那我们就假设 回来是行政作为 你教育部就可以自己决定 对 那你是教育部自己决定 不需要去开临时会 那可以 那很简单 台湾高等行政法院 在10月20 2月12号判出来 就认为你不公开 你这个 要你暂缓 要你做什么 你为什么不做行政作为 你说要等 最高行政法院 再来判决上诉以后 再来做决定 你这样不是自打嘴巴吗 所以我认为 政府 我的形容 国民党在执政 现在就是像 劳动部 告劳工 教育部 告学生 行政院 告人民 这现在就是执政会 荒唐到这种地步 这些托协生 我要呼吁他们 你们所做的是 你们所看到的 理想跟对台湾的贡献 但是我还是要奉献 像林同学 这么激烈的这种方式 千万不要做 因为为什么 过去台湾民主的过程 坚持你改革的理念 一定要比气场 所以大家有这种毅力 有这种勇气 没关系 但是千万不要像林同学这样 所以我还是要呼吁 政府你要退静下来想一想 没有这些抗争的温床跟议题 请问谁煽动得起来吗 你做得很好 谁煽动得起来 清兵党民进党 台联党怎么去煽动 所以我还是奉劝 我们执政党的国民党 请你真的好之为之 稍微想一想 将心比心 只要心中有人民 你就有办法坐下来沟通 坐下来谈 我想这不是不能解决的事 为什么你部长要这么坚持 这么强硬 你国民党这么强硬 到最后我要套一字 柯P所讲的 吴思华 你只不过也是打手 真的吗 所以真的后面的打手 你该继续的就继续 你该下台的就下台 请后面那一只手 赶快出来解决这件事 的确 国陈大哥讲的很有道理 当这些教育部的官员 告诉学生要守法 但是自己有没有守法呢 还说自己先违法呢 我们来看到 这个高中社会的 课纲微调争议 外界质疑呢 在两个月通过的课纲微调 过程黑箱 那教育部的说法呢 是呢 他们的这个审议大会审查过半 委员同意是符合程序的 再来呢 这个参与的学者呢 是倾向 这外界的质疑 这个参与的学者 倾向统派 没有台湾史的专家 那么教育部的说法 就说我们有啊 我们有涵盖 社会领域专家 学经历呢 都经过确认 这感觉有点 鸡同鸭讲 再来就说 就是说这个程序的部分呢 高等这个行政法院呢 都已经判教育部败诉咯 那么教育部现在是 行政诉讼 还在上诉当中 也就是说你自己的程序 都不合法了 那么再来 民间团体要求 要公开这些会议记录 还有投票单 那么教育部呢 是打死都不会 因为公开 那么再来就说 这个课案维条内容呢 外界是质疑 是偏向大中国史观 还有中国呢 比如说啦 这个中国呢 就称为中国大陆 接收台湾呢 就改为光复台湾 那么教育部的说法 就是说 他们这些用词调整呢 是符合宪法 也没有要去台湾化 来 我请教石琪 你怎么看这边 双方的争议的说法 到底谁先违法 我觉得这两天 其实一定很多人跟我一样 那情绪其实很难平静啦 那我看到的是说 这个政府 其实在用一个 极其恶劣的方式 在对待它的人民 因为明明是你违法在先嘛 就现在的课纲 是101课纲 它还有三年的寿命 它可以用到107年吧 那既然它还 它有六年的寿命 那你为什么要在 它三年的时候 就硬要改呢 好 那如果你要改 你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 然后你的过程 也应该要比照 之前的101的课纲 你也应该公开嘛 那你为什么这一次 不公开 一定有原因 一定有一个 见不得人的原因 否则你为什么 不比照过去呢 你果然被高等行政法院 判你败诉了 那既然法院都已经认证 你教育部败诉了 那所以教育部 是不是应该要 重启一个公开而透明 而且符合这个程序的 至少让大家都信服嘛 对 对不对 你应该要重启这个程序 你这个课纲才能叫做 合法的课纲嘛 那可是在还 在你被判决 败诉 然后你还是要强推 然后你竟然还去狡辩说 没有 那个还没有定验 我们还在上诉 那你就应该要等到 他定验之后 你再开始推这个课纲啊 这样子大家不是就没话讲了吗 所以是教育部自己违法在先 那你自己违法在先 你是凭什么 跟这些学生说 你们抗议要守法 而且不要再抹黑这些年轻学生了 我觉得有一位律师讲得很好 就是说如果民进党 真的可以煽动这些年轻人的话 国民党比较有钱耶 国民党党产那么多 你就花十倍的价钱 花下去 看看你能不能煽动他们 你觉得1400多块可以煽 民进党的1400多块买散的钱 可以煽动这些年轻人的话 那你花14000去煽动啊 的确而且全台有200多所的高中 都要串联啦 这种情况之下 还能说去指控是在业党在煽动的吗 那么另外呢 8月1号这个新旧克刚呢 就要并行实施了 这会不会更加激化呢 我们先休息会马上回来 担任教育部克刚微调 召集人的王小波 痛批学生什么都不懂 也指控绿营人士在后面操作 就像毛泽东发动红卫兵一样 还呼吁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放过孩子吧 来看VCR 我在这里公开的求求蔡英文 救救孩子 饶了孩子 饶了我们台湾吧 情绪激动 哀求蔡英文放过孩子 教育部克刚微调 召集人王小波 并见争议越演越烈 进场 现在他在中国的责任 会给民进党 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这些学生根本搞不清楚 但后面我们看到的是 有蔡英文 有台联党 有北社方面的人的一些鼓动 这个不是民主 这是民粹 就像当年的红卫兵 而且要砸烂国家机器 日裔的学者 说我们不应该根据宪法 那我们不应该根据宪法 我们根据什么 根据你民进党的党章吗 这十项争议 我们哪一项 是违反了中华民国宪法 哪一项是违反了 台湾人民的主体性 如果有 我作为召集人 我负责 是我师父 201科刚修订完之后 他还是觉得不满意 才会用违反程序正义的方式 由上而下 成立了一个检核小组 所以整个事件的 这个始作俑者 就是王小波 这个朱云鹏 十人检核小组 这些人 他们以强大的 这种 这个叫做拨乱反正的 强烈的史观 跟这种政治意识形态 要来干扰 要来这个 插手我们的教育 台大教授出面打脸 反强王小波 根本是整起事件的始作俑者 却二人先教壮 还质疑根本是以 大中国思想 进行假多元 争议中的客干回调 这样子的 一个非常专业的事情 把它打成是一个政治 甚至说什么蔡英文犯过小孩 完全用政治言语 在操弄 缺乏一点教育的良心 陈翠莲要王小波 别把反客将争议 硬扯蓝绿斗争 更要让全台湾人民 好我们看到这个台大教授说 始作俑者这位王小波呢 他今天也出面说明了 他说学生都不懂 而且是在搞红卫兵 然后请教学衡 你怎么看 这些说法感觉像是 这个做贼喊抓贼吗 我觉得台湾民众 现在其实只有一个 最简单的想法 政治的问题 请用政治解决 教育的问题 请用教育解决 那如果它是政治问题 请不要用生命解决 因为我们觉得不值得 那但是既然 这个年轻人 已经做这件事情之后 其实我觉得我们大人 第一个要尽责任 就是第一个我要讲的是 政治人物请不要当农夫 农夫才要负责收割 政治人物是要解决问题的 也就是今天出现这个状况 你不要跟我讲说 好这个国民党错 好这个民进党错 你第一个问题是 如果这个年轻人 他真正想要解决的是 克刚的问题 请你想出办法解决 不管这是教育部要负责任 立法院临时会可以解决责任 请大家赶快解决问题 因为台湾永远的状况 就是问题出现了 我们不解决问题 我们再先打一顿 想说你的问题 我的问题 然后将来你有问题 你吹票 然后大家打完之后 发现问题还没有解决 我觉得第一个 我们希望 或者是社会大众 其实都期待的是 克刚问题赶快解决 解决的问题 是大人的责任 而年轻人还在那边 抗争的时候 我们就要讨论的是 那教育的问题 为什么不能用教育解决 也就是历史克刚 或者是公民与道德的克刚 现在叫公民克刚 有没有什么急迫性 是一定要马上改 那除非你告诉我 你今天告诉我说 物理可能要马上改 因为黑洞理论 霍金推出了新的理论 好 所以我不改的话 就会落后于目前的世界趋势 或者是地球形成的模式改变 所以我们要引进新的理论 这我同意 也许物理 化学 甚至搞不好数学 还有新的定理证明 你必须要马上改 这有急迫性 可是历史跟公民 有什么东西 是你马上不改不行 不通过不行 一定要把这样子的东西 强行塞进去的 因为其实克刚本身 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 就是我们一直以为 克刚是一个大的骨架 就是好 今天我们克刚 历史要谈原住民 或是原住民族 没关系这个字怎么样都好 你一定要谈这个时间 然后你还要再谈 这个荷兰人的时间 然后要再谈日本的时间 就是它是一个纲要嘛 是 但问题是 好死不死 它就不是纲要 它里面要求你 非常小的细节 譬如说台湾光复 或是接收台湾 那这个为什么我们会说 它是小的细节的原因是 一个纲要应该讲的是 那台湾这一段时间 从日本转到台湾这段时间 你必须要描述 但不是定下来说 我要求你要用台湾光复 这四个字 不能用台湾被接收 这四个字 因为你当你刚要定到 这么细的时候 这就是意识形态 当你刚要规范的是大规模的 你每一个时代都要考量到 那这个叫做课纲 课程大纲 那同样的 它的程序不正义 就是从去年就开始了 你原先这个检核小组 其实只是搞错字的 有没有错过的地方 有没有不符合 这个现实世界的地方 那结果朱英彭忽然提个动议说 那不如我们就改吧 原先你只是要提一个报告 你只要提一个建议 提一个草案 结果变成现场临时动议说 好 就改 改完之后 我觉得教育部真的很荒谬的地方就是 我们其实一直要讲 那到底为什么一定要8月1号过 他至今没有解释出来 好 我们收到一个最新消息 就是教育部 目前台北市场柯文哲已经到现场 通过连线来看最新情形 表示加奖 但是 我也希望大家要注意安全 我也不希望有太激烈的行动 更重要的 警察也是人民的保姆 不是人民的公敌 所以在抗议当中 也不要给警方造成太大的困扰 或是说太大的压力 希望各位同学 在表达抗议的时候 还是要一种理性平和的态度 我也不希望大家用太过激的方法 来表达抗议 毕竟台湾还是要迈向一个文明的社会 抗议是人民的权利 但是不要太过激 那我要拜托警察同仁 我知道 在这种大热天 要心平气和也是非常困难 但是 还是大家 双方都克制一点 OK 这第一点 我今天还是希望说 克刚的问题 还是请教育部长能够尽数跟学生可以面对 然后去达成一个协议 把这个事情结束掉 台湾还是不希望因为意识形态 陷入一种两极的抗争 所以 不管是学生或警察 请大家保持平和理性 也不要有太过激的行为 大家双方都要克制 另外 我也希望教育部在这个问题上面 尽数跟学生能够达成一个协议 让这个事情落幕 就这样 那今天 其实我今天有带了一些饼干要给 学生跟警察同仁 谢谢市长 这个 因为吃 吃甜的东西 心情会好一点 不过 我们看到台北市长柯文哲的最新谈话 他是呼吁各方要理性 当然可能因为站在台北市长立场 他必须呼吁各方 因为毕竟警察也是 算是无辜的受害者 因为每次这个只要激烈抗争 警察也跟着倒霉 那也就是说你下面的这个冲突 其实最源头还是上面要解决 不然你这样子还是没有办法把这个问题能够平和的结束 那只是说我们刚刚也提到了 这位所谓的这个始作俑者王小波 他也说呢 这一切事情呢 都是你们绿营在搞鬼 在背后操弄 那也请这个 这个蔡英文呢 放了台湾吧 来我请教委员 是谁该放了台湾 当然是王小波跟马恩九要放了台湾 放手吧 放台湾人民 享受到 呼吸到自由民主的这个空气吧 红卫兵 江青 还会出现在现在的民主社会 我很难想象 一个历史学者 一个学哲学的学者 用江青 用红卫兵 这种不伦不类 这种含血盆的油轮刺 去指控在野党的党主席 他不知道始作俑者最大的头号战犯是他吗 引起那么大的轩然大波 就是你王小波本人 那你是头号战犯 那你却不知悔改 你却不知反省 你却没有跟所有的学生跟台湾人民道歉 却一正延迟的来指控其他的人 那你不是完全没有良知 完全没有反省 你不是就正结第二吗 所以旧法论法 我觉得教育部这个是客纲的微条 微是违法的微 不是微小的微 其实按照相关的法律很清楚的规定 比如说我以前在教育委员会 高级中学法第八条 高级中学教育法第43条 克刚的主管机关 当然是被授权的法规命令 克刚是法规命令 他不能用职权命令或行政规则来做调整 所以既然是法规命令 按照中央法规的标准法第七条 立法院资源行政法第60条 当然在克刚要送立法院相关委员会 去做依法的审查 你要去修正废止还是试用 都要经过这套程序 结果他硬拗成这个是职权命令 这硬拗成这是行政规则 不需要经过国会的监督 克刚是如此的大致 我刚刚一直有强调过 对学生的受教权 老师的教学 还有一些出版师 都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这个立法院党团 已经很清楚 在今天已经正式的向院会提 依照这个宪法第69条 立法院组织法第6条 我们43位加这个 我们民营党团40位加台南三位 正式向这个立法院提出 这个召开临时会的要求 我们具体要求 吴司华应该要立即下台 另外要立即要撤销 这次的违法的课纲 所以今天大概现在这个时候 正在召开 这个王院长在召开 这个朝铁协商 我们希望后过临时会 以这个宪法 或者立法院职权新事法 赋予国会的这个职权 来把这个废纲 违法的这个课纲 来把它废纸掉 是好的确 现在可能各方都要看 教育部到底要怎么做了 只是说这次蓝营或说这个教育部的这个 王小波他们认为呢 克纲应该是要依据宪法 只是说为什么要突然要依据宪法 来调整这个克纲呢 那宪法是不是也早已不符合现状呢 我们先休息会 马上回来 好 克纲微调引发极大的争议 那么教育部的蓝营这些的说法是说 克纲微调是要根据宪法精神 我想请教国陈大哥 我们过去的克纲似乎也没有说一定要按照宪法的精神 这次为什么说一定要强调要符合宪法精神 况且我们的宪法其实之前也为人所诟病 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些现行的宪法 早就不符合我们目前的现况了 其实如果这是找理由 怎么会宪法之精神 说实在这种克纲的问题 你就本来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事情 我们我常讲过 刚才温床还有议题嘛 你这个温床从你国民党执政到现在这七年来 你所有制造多少温床 多少给百姓民不聊生 但是你最后还是一意孤行 心中没有人民嘛 这个克纲 我们大家都抛开 不管你是接收也好 光复也好 这个我们先暂时不要谈 也不要谈统独的问题 不要动不动就拿统独这个议题来做 这样会失恋台湾人民啊 真的 所以这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人家要你这次克纲的微调的会议记录 把它公开出来 你把表捷的结论把它公开出来 我请问教育部为什么不要 你如果是正正当当 那你就公布嘛 你要的我让你看到 王晓波主张大中华思想 还有另外一个人啊 朱元宏 他主张什么 你就给他公布出来嘛 那有什么关系 你既然通过 这有什么秘密可言嘛 是这有什么秘密可言 过去人家克纲的微调 他都是有公布的 所以大家有一例的人 就上网去看 就有一例去询问以后 经过解释 专家解释以后 说实在的 我们的课纲就很简单 历史就用考证来入纲 那近代史就用纪史入纲 那怎么会有事呢 怎么扯到什么统独问题 民进党来使唤 其实我说实在话 昨天我有到现场去 这些年轻朋友 就是只有六七个人 这些十七八岁的小朋友 他们就做成决定说 好我们到立法院去 立法院等一下 他又要到教育部来 我们没有想象的 他有想象到 为什么 这是他们纯洁的一面 他们好 你说你教育部现在说 新旧病用 我请问吴司法部长 你当过这些大协教授 你有把协生放在眼里吗 新旧病用 请问以后考试出题 是要出新的或是旧的 这是协生负担嘛 你难怪人家去抗争 所以我还是认为 吴司法部长 一个尽快下台 一个就是在你后面 叫你打人的那个打手 请他赶快献出言行 这样这个事情很快就会落幕 为什么要搞成这个 这个这个蓝力对接呢 是的确这个八月一号 这个新旧课纲就要并行了 但问题是对学生来说 引发相当大的这个困扰 那么新旧到底要怎么念呢 那他又说不考 问题是对于学生 可以说造成很大的困扰 再来这一次的争议 会不会影响到 国民党2016大选呢 我们先休息会 马上回来 好 克刚微调争议 现在情绪可以说激化到最高点 那么目前教育部 似乎也没有退让的这个迹象 我请教时期 目前这样看起来 是不是火车可能对撞 再来对于洪秀柱的选情 对国民党的选情 会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我觉得对国民党来说 是雪上加霜 因为他们惹恼一个世代又一个世代 那现在教育部的态度 如此强硬 我觉得不可思议 也就是说 其实学生也不过就是希望你沟通 而不是要你重复 一而再的在播放你那个录音带 什么什么这个内容 引发了正反两边的不同意见 所以才要跟你对话 才要沟通嘛 那你在沟通还没有获得共事之前 你的克刚不是就应该要暂缓 先撤回 还不能就在明天实施啊 因为我们并没有做好沟通的完成这样子的动作 而且他还在上诉中嘛 他那是程序 而且你那个官司也还在上诉 那所以都还没有完备的状况底下 其实你是没有条件要施行这个新的克刚的 然后你又找了一个巧门说 没有关系啊 我们新旧并行啊 反正我们考试不考 但是很多人都给你打脸 第一个教育的目的不只是应付考试而已嘛 那第二个是台大历史系的教授 就说你都其实民间的算法 你改了60%根本不叫做克刚微调 那如果60%通通不考 那请问你要考什么呢 你很难避免一定会考到这个争议的部分 更何况历史课本本来就应该要用中性的 不带有价值判断这样子的语言嘛 这些年轻的学生 不过就是希望以台湾为主体的视野 看世界 而不是要站在别的地方的视野 来看回台湾 那所以这件事情其实 我觉得是这些年轻人 他们因为出生在这里 成长在这里 他们自然而然就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所以不要一杆子打翻说 这个就是统都 你们这些小朋友就是被煽动 在搞台独 这是什么统都的史观 不是 他们只是希望用台湾 他们生长的地方 他们可以多一点了解 台湾才是真正 他们主体的那个价值所在 只不过是这样卑微的要求 然后就要被这些大人骂 还有国民党的立委说他们是ISIS 说他们是那些ISIS的那些小朋友 会去杀人 我就不知道 国民党立委你们这样子等于是 把选票一直往外推 洪秀素现在是票很多吗 经得起你们这样子 不断的往外推票吗 我觉得国民党真的 不要轻忽这些年轻人的实力 是 的确 今天非常谢谢这位来宾 来到我们的现场 谢谢 下午 这位 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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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